今年春雨少,梅子欠收不过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在车站旁栽种的梅树树林 至少20年以上 在社区长者细心照料下梅子粒粒硕大丰美 社区发展协会干部就特别以修剪制的方式 砍下枝芽 让社区长辈不用爬树 也能够体验享受梅子丰收的乐趣 好大哦,出大颗的 好大颗的,好大颗的 京陵复原火车站月台铁道旁的梅树树林 至少都超过20年以上,枝繁叶茂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深怕影响到火车通行 因此趁梅树产季,整个环境大清理 在采收梅子的同时也进行修枝 修枝一方面是让树可以重新再成长 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想让阿嬷有参与采梅子的机会 因为阿嬷不可能让她爬树 那我们休之,然后休之下来阿嬷可以坐着去采梅子 就跟我们执行水保局地社照顾计划一样 不弯腰菜园,我们也是不弯腰 采梅 对,这不爬树采梅是最安全的方式 别人爬树采梅子 不原社区设照西剧检的长辈们 则是不弯腰,轻松采摘这一颗颗硕大饱满的梅子 每个人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赶快用脆梅 很漂亮耶 下面这个实际调 社区发展协会干部特别以修剪枝的方式砍下枝芽 让社区长辈不用爬树 也能够体验享受梅子丰收的乐趣 今年春雨少,梅树欠收 不过即便如此 但这几颗梅子树却仍结实累累,风霉饱满 社区发展协会也有大胆的想法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梅子长这么多 那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社区一个特色产业 那因为现在在文化馆前面有一个火车头咖啡 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火车头咖啡之外 我们也推在地 最在地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古早味的梅子 未来这边就会有梅子汁 梅子茶可以来这边 然后那个消费者都可以来这里 除了赏梅花之外 我们还有冰的热的梅子汁可以喝 而且是超级古早味的 没有任何添加物 布园长明文化馆旁 数十棵的梅子树 二十多年前由时任布园车站站长 亲手栽种 后续则交由布园社区发展协会来管理 在社区长辈细心照料下 美术连年丰收 近几年社区也开始善用据点环境资源 希望能够成为社区当令限定的产业 开创社区新的产业亮点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